第四季节目 作为火箭挑战勇士的关键一环 卡佩拉是联盟中少有的 可以适应小阵容的大鸽子 且在哈登与保罗身边 他的冲击力得以最大程度释放 然而时至今月双方的夕月谈判仍未完成 以用顶心留住保罗的火箭 不愿再为卡佩拉送上类似亚当司的道合同 然而在小球盛行的当今联盟中 其他球队似乎也不愿在卡佩拉身上冒太多风险 这也是谈判陷入僵局的原因之一 作为受限制自由球员 卡佩拉最终大概率会留在火箭 但合同金额与年线 或与他所期待的相聚甚远 同一位至上火箭队还有周期 夏季联赛表现强颜的他 或许将在新赛季中获得更多机会 据火箭记者Jonathan Feigen 今天在推特的最新报道 克里特卡佩拉和火箭的序约谈判 虽然仍在继续 但他被告知 这场谈判并无争论 此外 Feigen表示 离最终谈判达成 还需要一段时间 从Feigen并无争论的一句话就可以看出来 卡佩拉终于制服软了 在此前福尔根曾报道 火箭在美国时间7月1日 曾给卡佩拉提供了一份 5年8500万美元的合同 报价 并且这份合同中 还包含额外的500万美元激励条款 总价值可能达到9000万美元 但那时候被卡佩拉拒绝了 不过在之后的20天时间里 卡佩拉也应该知道了 现在自由市场有多么的不景气 他想要的4年1亿美金 几乎是黄梁一梦 因为并没有一支球队向他报价 只有火箭为了他开出的一份还不错的待遇 反观安东尼 据美媒报道 雷霆 老鹰 76人 已经敲定了一桩三方交易 安东尼将被送往老鹰 且会被球队踩掉 换言之 安东尼即将成为完全自由球员 火箭是目前得到安东尼的领跑者 因为安东尼想打三号位 火箭队能够为安东尼保证首发三号位位置 消息一出 火箭队真是偷着乐 盼星星太月亮终于要等到你 同时 而对于雷霆来说 他们无疑是这笔交易中的大赢家 在多次措施大牌球星被球迷 媒体纷纷嘲弄的情况下 他们这笔操作堪称神奇 由于交易达成 他们并没有使用延伸支付条款 所以保持了接下来几个赛季薪资的灵活性 与此同时 他们避免了接近一亿美元的收拾税支出 更重要的是他们增强了第二阵容的深度 斗刀转转一个赛季 火箭球迷们期待的安邓炮组合 终于有可能出现在休斯敦